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别着急 慢慢说 争取不要漏掉所有的细节 市长从阴县家里出来后 急着回办公室办事 因为明天全市各界代表大会 还有些准备工作 他就让我代替他去办 谁知道我车刚开到这儿 突然就爆胎了 车子一下子就失去了控制 也幸亏市长没在车上 组长 有情况 走 爆胎以后 看到什么可疑的人没有 当时我头撞在方向盘上 晕晕乎乎的 我当时感觉好像是有人开过车门 不过我也不能确定 紧接着我就晕了过去 除了你的头撞伤了 对方还伤到你那儿没有 没有 车里丢什么东西了吗 我醒过来马上检查了 也没有 好 难道汤是冲文市长 发现文市长人没在 他们就撤了 爆胎前你这个公文包是锁好了的吗 当然 里面每份文件都很重要 你确定吗 这都在啊 一份没缺 等等 这怎么翻过来了 这是什么呀 这是明天全是各界代表大会的作息名单 是文市长主持的松江各界代表大会吗 是啊 你确定这份文件是顺着放在里面去的吗 市长对工作的要求非常严格 每份文件我都会整理好才放进去 应该不至于放大 我可以借用一下吗 当然 学义 江总 按照这份名单 逐个查 是 师傅 冷桥报告 第一步进展顺利 镇棚那边余儿已经选定了 是一个叫陈尔冬的音乐家 您看行吗 音乐家 有点意思 那剩下的事啊 你们办吧 我有事 出去 江总 江兰 马上调动全局所有能调动的人手 按照这份名单 有电话的打电话 没电话的登门贷款 要逐一查明参加代表大会的所有贷款情况 是 所长 听好了啊 从现在起 进入紧急作战状态 随时再命 是 这孩子 到底跑哪儿去了 陈老师 你也别太着急了 现在车站和码头我们都去过了 说明孩子还没有离开松江 你再好好想想 小雪还有可能去哪儿 欧阳副组长 欧阳副组长 收到请回答 欧阳 出事了 你们俩马上回来 现在 不管怎么样 你俩先回来 能不能再耿拨二十分钟时间 最后二十分钟回来 谢谢你了 欧阳同志 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谢谢你了 好的 谢谢 喂 您好 关注团先生吗 我是松江市公安局 我想确认一下 您是不是参加各界代表达会 您好 请问是陈代表吗 对 我是公安局的 就想询问一下 明天能不能准时参加代表达会 请问一下 您好 关注团 您好 市公安局 请问我找一下程晨多先生 什么 图长 有情况 秦老师 既然已经报告案了 警察马上就会开始找孩子 你也别太着急了 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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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组长 欧阳 罗组长 收到请回答 我是欧阳 向林请讲 欧阳 罗组长 听到了吗 喂 喂 欧阳 罗组长 听到了吗 能听见 报告案了吗 报了 罗组长 正想跟您商量呢 我看苏教官还是挺着急的 如果组里没什么特殊情况的话 我想自己先回来 肯定又是催你们的 不然你还是先回局了一趟吧 晓晓知道我要去保护欧阳先生吗 我没说 我就说你这两天太累了 先回自己家了 老曾 老曾 咱会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 小蛙 哇 好吃小可怜 嗯 吃完饭再吃 现在吃完甜的 一会儿还能吃下饭吗 嗯 检查作业 老文路八十四号 为什么呀 这是我交房租的单子 你怎么从来不带我 去你那个地方玩啊 没有什么玩的呀 就一间破房间 快写作业 真的不能通融一下吗 不是我不通融 我们刚刚查到 就在文治长的秘书的车出车祸之后 不到半小时 有一位明天参加各界代表大会的带领 玉玺送进了医院 他身上什么都没有丢 连钱包都没有丢 只丢了一样的钱 什么东西 明天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证 苏教官在你身边吗 在 他和秦老师都在 苏教官 苏教官 我是曹贝达 孩子离家出走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找孩子的事情再重要 终究没有敌人的暗杀隐谋危险大 找孩子我们可以交给分出所的公安 他们会尽一切努力帮你找到 但是既然你已经答应了加入专案组 担任技术教官 提供反暗杀的指导 那么你就应该兑现你的承诺 现在案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大体当前 我作为专案组的组长 请求你也是命令 我马上回到专案 我已经请了没有骗过我 我才不要生日大号 你就原谅我行不行了 我再也不说不定你能换 苏教官 要苏 我知道了 组长 我们马上回来 苏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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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浅 你这是干什么呀 找小雪 可你也不能抢公安局的车呀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找到小雪再把车给他们还回去 但我们现在连去哪儿找他都不知道 我觉得你还是 先回去接找欧阳同志去局里吧 我突然想起来 有一次小雪看见过我住的地址 你刚才又跟他说我回家了 他有可能去那儿找我了 可是他从来都没有自己去过你那儿 万一他就找我来了 苏文谦无法向秦子舒解释自己的交集 小雪离家出走 这本来还是小事 可如果石铁城真到了松江 要查出自己的地址 必定这是轻而易举 想到小雪有可能遭遇到什么 这一刻 苏文谦的心中 就如殿上雷鸣 不寒而栗 拿下个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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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里面有人吗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小雪吗 是到了吗 到了 我跟你一起去吧 子舒 这路不太好走 我自己去就行了 你在车里等我 文谦 我马上就回来 这路不太好 是 这路不太好 是 这路不太好 是 也在那路不太好 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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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二码 这恰好是池铁城的鞋码大小 穿这个鞋码的人当然不少 但公安局查封自己的房子 应该不需要翻窗户 更何况公安局绝不会有人 穿昂贵的英国其乐皮鞋 谁呀 这盛中半夜一拨又一拨 有完没完 有真先生 老王 你刚才说什么 没完没了 一拨又一拨的 有人在吗 谁呀 这么晚 你看清楚了 这黑灯下火的 只见个背影 但肯定是个十来岁的小女孩 当时穿的衣服颜色 倒是跟你说得差不多 那那个大人呢 这个我倒没看清楚啊 我只见她牵着小女孩 管管就走了 那大人大概有多高 身材是什么样的 这个 个子挺高的 我估计着啊 不比你真心深爱 其他的 我确实没看清楚 是吧 manusia 你怎么了 小雪不在这儿 我们可以去其他地方找 你正儿一言不发的 到底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想安静一会儿 好好想想 小雪有可能去哪儿 苏教官 呼叫 苏教官 呼叫 呼叫 公安局的人又来催你了 你要不跟人回个话吧 至少道个歉也行 苏教官能收到吗 苏教官 苏教官 请 苏教官 信号中断了 那现在怎么办啊 组长 还能怎么办啊 通知所有人准备出发 是 组长 怎么了 现在案件发生这么大病 敌人究竟想要干什么 我们对暗沙目盖的判断 是不是有误 这些都非常重要 毕竟苏文静 是最了解敌人的专家 如果要去现场分析何时 应该找他一块去 我也想带他一起去啊 可是你看见了吧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抢夺公车 擅离职守 切断联系 你指望向这种人 回来帮他们破案子 但是 案子不等人 话要说回来 像这样的人 心里只装着私事 一点责任感没有 就算是专家 不值得信任 巡逻人员各自其职 江子 巡逸 老三 带人跟我走 其他人留守啊 等通知 走 文静你到底怎么了 小雪不见了我也着急 但你也会 子舒 我就是想安静一会儿 让我安静一会儿好吗 就一会儿 如果不是当着秦子舒的面 此刻的苏文静恐怕早已崩溃 那个带走小雪的男人 他相信就是磁铁城 一定是 而这是对他帮助共产党 解开情报的报复 是他连累了小雪 而磁铁城却不知道 小雪的真实身份 接下来 他会对小雪干什么 苏文静根本不敢猜测 这一刻 他只希望所有的报复 都驾驭他一人之身 小雪是你同学啊 那她的弹弓怎么在你这儿啊 我 我打赌赢了她 我弹弓比她打得好呢 是不是小雪妈妈 又找到你店里来了 你来出来帮忙找她的 你觉得呢 肯定是 要不然你怎么知道小雪 怎么知道 上老曾家去找她呢 那就算是吧 对了 你为什么去老曾家呀 我 也是去找小雪呀 她把老曾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输给我了 被她妈妈骂了才跑掉的 你说 这是我有责任是不是 所以我得去找她呀 好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金豆 金豆 嗯 不行啊 行是行 就是觉得 不像是女孩子的名字 谁规定女孩又不能叫金豆了 我真的叫金豆 学习 师父啊 嗯 这个 一点点 一点点这个 你自己不是有一块巧克力吗 干嘛老惦记我的呀 都说了 那是留给别人的 谁那么重要啊 自己饿着肚子要留给她 你妹妹 你姐姐 那就是你妈 为什么菲姐是女的 男的就不爱吃了吗 说得也对 我以前也认识一个朋友 我特爱吃巧克力 既然你是小雪的同学 等会儿 老曾和小雪是什么关系 你要是答对了 叔叔 叔叔 反正听小雪就这么喊 这些太太你都不知道了 谁说的 你还知道什么 不许骗我啊 撒谎我看得出来 行 那我告诉你一个大秘密 什么秘密啊 小雪的叔叔老曾 其实昨天死了 死了 报纸 电台都报道了 宋江大桥 昨天大爆炸 知道不 我说 有听说过 那个老曾啊 在桥上被炸死了 所以啊 你一会儿别再上老曾那儿找小雪了 老曾不会在家的 那你为什么要上老曾家找小雪 minds 因为 小雪不知道这事 我们都看新闻了 怕她伤心 所以没敢告诉她 蛋糕叔叔 我这说的可都是真的 你别不相信 在这儿我去见小雪的妈妈 她要是知道 我赢了小雪的弹光 肯定会向我爸爸告状 但我就挨揍了 你帮个忙吧 就当这事没发生过 好不好啊 师父 师父 你就帮个忙吧 你是我师父 总应该忙忙土地吧 就你这水平啊 我说的是考虑考虑 没说受你为土啊 我练 我保证练 练到你满意 那就要看你练得 是不是让我满意了 哇 好高啊 高吧 嗯 下来吧 哎呦喂 你看 说了高了非要看 害怕了吧 谁说的 我胆子大着呢 蛋糕叔叔 为什么 他这么高来练弹弓啊 这第一啊 晚上了 看不见东西 这是最亮 是不是 嗯 这第二啊 屋顶上风是最大的 如果你在这儿 都能打定目标 说明你是真的有本事 这是什么 你的目标啊 这东西好啊 可比叉子牢靠多了 是不是 嗯 看啊 棒吧 就放那儿 就放那儿 你好 是公安局专案组的 参加代号 你好 快点 快点 行 就这儿了 这风大 难度也大 看你了 看你了 曹组长 这就是今天的会场 程仁东代表坐在哪个位置 前面第一排 最左边 是这儿吗 对 文市长呢 主席台镇中 是 全找严格检查 特别是以这两个位置为核心 找联系 开始吧 是 又差一点 我还就不信了 别着急 按照我说的 继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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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市长所有会经过的通道 都被检查过了 没有问题 续练 我的位置 看不见任何礼堂外的直线设计角度 这是第一排 有任何举动都被看得清清楚楚 他不会直接从这儿掏枪刺杀吧 这也不像水母组的风格呀 那为什么特务一定要选定程仁东呢 非要抢他的代表证件 下班 你可是 你可不认住 是 是 不是 是 你何事 这 是 看不见 是 看不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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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堂允许抽烟吗 可以 陈尔冬代表吸烟吗 这上百位的代表 谁抽烟 谁不抽烟 我们也不清楚 那如果坐在第一排的代表想吸烟 有没有颜辉缸 一般怎么办 有的就在座位上抽 比较注意的 过到窗户边上打开窗户抽 在开会的时候 如果陈尔冬代表 打开这扇百叶窗吸烟 是不会被怀疑和制止的吧 不会 这样吧 只能看见外面的围墙 对 装导 您搞错了 这根是控制上层百叶窗的 所有代表都知道 哪根绳子控制那层百叶窗的吗 那倒不是 来得少的代表 开错也是常有的事 江子 又差一点 听我说啊 心要静 手要稳 从现在开始 什么都不要想 只要想着 你要打的那个目标 明白吗 嗯 放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组长 物流的情况 放眼镜 股丁有人 大猫叔叔 你这下可以收我为徒了吧 虽然还要我教你 但是进步还是蛮快的 你这个徒弟 我收了 谢谢师傅 你再来啊 还教我 还教啊 嗯 该回去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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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跑 快才弄 已经上吊了 车架带了吗 带了 知道这两个点着 怎么样 有什么发现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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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 伤手的持续表 这孩子 这表怎么到现在都没有交上去 马上恶怪奇目 在表下学习绝没法上 可能是忘了吧 我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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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雪写的作文 你快念念 看看上面有没有提到 他要去哪儿找爸爸 前几天那语文课上 我们学习了一篇新课文 朱子晴先生的背影 课文让我想起了 我的爸爸 因为从小到大 爸爸在我心中 就只有他的背影 你走慢点好不好 今天看到你的背影 我都跟不上你了 刚才打弹弓的时候 不是火蹦乱跳的吗 怎么那么快就没劲呢 就是因为刚才消耗太大 所以才走不动了吧 要是我爸爸在就好了 你爸爸呢 他现在好像在外地 不在家 你爸爸要是在的话 他会怎么样 当然背我了 我告诉你啊 我爸爸可不是一般的人 随便一根手指头 都能把我给举起来 你气可大了 你爸爸那么厉害啊 那当然了 我爸爸是全松江 不 是全中国 最最最厉害的人 谁都比不上他 他是干什么的呀 保密 反正你只要知道 我爸爸干的是 这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事 也就是说 他就是这全世界 最了不起的人就行了 看不出你还是一个 蝴蝶的女儿啊 那好 不问了 我走不动啊 你走不动 关我什么事啊 但我爸爸现在又不在 你虽然比不上他 但力气也不小呀 要不 要不 你背我一下 你背我一下 师父 我的爸爸 从事着这个世界上 最光荣的工作 师父 有很多很多的好人 等着他救 因为工作原因 他甚至不能出现在学校 甚至都不能在我的学籍表上 填上他的名字 也因此 常常有同学怀疑 嘲笑我没有爸爸 我很生气 可转念一想 爸爸竟然选择了高山 选择了坎坷 选择了保护更多的人 我就必须替他承受这些误解 妈妈给我讲故事时 告诉过我 世界上飞到最远的候鸟 回一口气飞上一整年 从北极到南极 始终不落地 不休息 是因为他们要到达的终点 有无以伦比的美景 我也要像候鸟一样 一路披荆斩棘 绝不动摇 因为我坚信总有一天 爸爸将不再只是模糊的背影 他会回到我身边的 但高叔叔 你有女儿吗 没有 那你有儿子吗 也没有 为什么 没有就是没有 哪有为什么 那你有老婆吗 没有 那你就一个人 是啊 你以后我来保护你 好 你保护我 嗯 嗯 我保护你 睡吧 会有那么一天 爸爸能出现在厨房 每天给我做我最爱吃的羊唇面 每天风雨无阻送我上学 能教我打弹弓 能把我扛起在他高高的尖头 特别是能在学机表上签上他的名字 那时候我就能向全世界自豪地宣布 他就是我的爸爸 我都会那么多年了 等等 你以后才会做一个女孩 好吗 真的 你挨描 我来说 我来说 请 爸爸 爸爸 我好想你 你什么时候 什么回来 爸爸 我和妈妈都想你了 爸爸 我好想你 嗯 你什么时候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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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叔 到了 子叔 你先回家等着 我就签不上去了 那你呢 你去哪儿 我再去找找小雪 文青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你是不是知道小雪她在哪儿 放心吧 小雪不会有事的 文青 文青 你哪也别去 剩下的事情我来办 怎么回事 报告司令员 是野司指挥部 不叫我们一两个小时 但是我们收到的 全是乱码 我们发过去的 对面也没有回应 接着线 继续连络 不能连络了司令员 这种天气 按照条例 电台必须关机 不然设备就毁了 小雪 周北 情况怎么样 还是联系不上 我们都呼叫了 两个堆小时了 可是收到的 全是一些零性的乱码 我估计先头冻队也是一样的 这种极端的天气 他们可能也收不到咱们的电报 另外 我刚才问了吉祥组专家 这种特大的枪雷炮 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估计再持续一整夜 好 老陆啊 现在给松江文市长回电 告诉他 部队因遭遇枪雷炮天气 联络中断 暂时无法取得 与先头纵队的具体进展情况 同志们 一刻不停 继续呼叫 直到联系上 我先头纵队为止 准备 好 回忆 别 继续 配 个人 颤抖的右手道别昨天 子弹在耳畔诉说从前 你我转身已沧海桑田 胆草汹涌的平淡 愧疚将白发千千余人 子弹将你我风隔两斑 相识不语一声万语千言 答案背后的答案 试探背试探街际握旋 放下再拿起闭一只眼 结局总会峰回路转 等它照亮无尽的黑暗 呼唤是埋在我心中不灭的火焰 空间间陷入险阱 一晚狂澜 瞄准梵魂 合余圣欣我此天的惯 瞄准灵魂 而与山心我自天一关